Hello 大家好 我是离拜白利游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流畅发最难的应该就是尴尬期的这个阶段 比如说头发没行 两边头发翘 定期剧剪头的这个习惯被打断等等 这些呢都是不适应的点 那么今天呢 我来跟大家分享六个小技巧 让你能够轻松度过尴尬期 出门一趟 去一趟摩托城 然后我准备再去一趟那个新房 等会呢 我在边干活儿 然后别跟大家讲 今天来改个手把 本来只是想来看看 就是被这小哥说动了 换个那叫什么把 弯把 其实那种闪电把我觉得挺帅的 但你先哪弄 我去逛一逛 六代区 等会儿过来找安全 那咱们就多打留 这就是我经常买摩托装备的地方 第一点呢就是设定好 分断目标啊 俗话说的好 不能一口气吃成一个胖子 留长发其实也是一样的 比如我们可以设定一个小目标一个小目标 比如可以先留个半年 留成中长发 就是到尴尬期这个长度 然后再留个半年就可以达成半丸子 五十头这样子 然后再留半年 我们基本上就可以达到一个 扎一个马尾和扎一个拳头这么一个长度了 这样把这个总的留长发这个目标分切成一个小目标 这样每一个小目标一个新的造型一个新的长度 这样你每次达成目标的时候呢 都会有满足感和成就感 会能让你更有信心的去达成留长发这个最终目标 这件怎么样 夹克显得肩膀特别宽 能放下三个头的感觉 这款也不错吧 每一款都觉得不错 都想买 小孩子在做选择 大人都是我全要 车把改好了 直接从山地车的感觉 骑成了女士车的感觉 因为车把增高了 骑着非常舒适 现在来我的新家转一圈 我这个新房正在装修中啊 已经过去了 从夏天到现在已经过去了 三四个月了至少 现在还是刚把墙刷完了 那么接下来咱们来聊聊第二点吧 第二点呢就是要认清楚现实 尴尬期就是这样 肯定要度过它 这一点呢其实非常重要 经常有小伙伴们一上来就问我 哎呀我的头发现在特别不好看 头发特别砰 然后两边特别炸 没有行 我该怎么办呀 就我一看 原来是在尴尬期 尴尬期肯定是会有这些问题的 否则的话他也不会叫尴尬期的 你们说对不对 当然呢他也是可以通过一些其他的方法 和一些辅助的装备 家伙事 去帮助你去缓解尴尬期 给你带来的尴尬 但是呢我们心中也一定要认识到 这就是尴尬期 它是必经之路 第三呢就是使用定型产品 发泥和发辣 也可以开始使用一些好点的洗发水了 在尴尬期呢很多人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你前面的刘海会挡住你的眼睛 甚至呢有时候会扎到你的眼睛 很烦人啊 而且那两侧的头发会比较膨 会很炸 显得头很大 在这里呢如果我们平时不戴帽子和发箍的话 我们就得需要一些定型产品 去让你的这个整体的造型不要那么的太尴尬了啊 否则就这么直接出门 还是比较辣眼睛 在这里呢教你们一个小技巧啊 就是前面的刘海你可以输一个分头 然后每天出门之前呢 在你的手掌抠一坨发辣或者发泥 均匀的把它涂抹开来 然后从刘海这边 然后撸过去 顺着发缝两边再撸一撸 这样呢就可以缓解刘海挡眼睛的问题了 头发的两侧也是啊 可能需要更多的发辣或者发泥 然后把你两侧头发尽量往里贴 往下压一压 往后面这么顺着撸一撸 这样做的目的呢 是整体让你的这个头发发型的这个外轮刻 往里收 不要显得往外这么阔的感觉 往外阔可能显得头大脸大了 整体有个收的效果 用这样的方法去缓解你两侧头发翘的问题 到了尴尬期头发长了 就可以做一些基础的这个头发的保养 头发长了以后呢 会经常使用到头绳去扎你的头发 你短发的时候可能没感觉 长发洗完头 然后水池滴漏里面掉落的头发的量 也是非常的非常的明显 也是多了很多啊 那么不用慌 我这里有好办法 一直在看我视频的小伙伴们 应该都知道 我从去年开始一直在用的这款洗发水呢 就是来自于日本的魔龙 马鲁17洗发水 没错 加巧 对于这么爱洗头发的我 日常的养护和防脱是非常有必要的 那马鲁这个品牌是属于2014年 然后连续三年获得日本top1销量品牌 所以它在日本也是非常流行 和非常受欢迎的 它是我目前使用过最好的洗发水之一 因为它的防脱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之前我一次洗头 200根的掉发量 现在也依去不复返 只需这么一小坨 就可以搓出非常多的 非常绵密的泡沫了 而且它这个外形设计 也是这么多洗发水里 我见过的洗发水里面 最好看的 洗发水里面的高富帅 除了主打的防脱成分 它还有氨基酸复配 加海藻精华的成分 不含硅油不干涩 温和的清洁以外 还能带给你至少两天以上的 清爽控油体验 所以如果你有这些问题的话 你还犹豫什么 赶紧下单吧 它有款绿色瓶子装的 除了MALU17系列 共有的这种防脱的功能以外 更推荐 更适合于敏感头皮 和干性发质使用 其实这款绿色的 更适合于我 因为我自己 就属于这种干性的发质 如果你跟我一样 也是这种干性发质的话 你可以考虑一下 这款绿瓶装的 MALU17洗发水 哥哥洗发水用完了 正好双十一码就到了 我就下单吞两瓶 接下来就是遛狗时间了 每天中午的一两点 我都会带着小胖出来 转眼圈 让他拉个屎尿尿尿 现在每天得六三次 甚至四次 不管你是尴尬漆 头发炸 刘海扎眼睛 还是两边头发翘 或者是特别蓬松 一顶合适的帽子 都是可以完美解决的 然后这里我推荐 棒球猫 像我现在头上戴的这款 我现在头上戴的这款 是哈利戴维森的 它是那种比较传统经典的款型 像我之前尴尬7的时候 我戴的就是一款 比较偏嘻哈风格的 平眼棒球帽 更深更宽大一些 感觉里面也可以装的 更多些头发 眼更大 更长更宽 我觉得那个在尴尬7的时候 非常好用 主要看你穿搭配 是什么一个风格 去挑选你合适的一顶帽子 但这个棒球帽 总的来说它是分百搭的 不管你什么季节 春夏秋冬也都可以戴 然后我平时戴着呢 把头往后这么一撸 然后戴上帽子 就OK了 很方便很简单 而且呢 除了棒球帽 还有其他帽子 也可以供给选择 比如针织帽啊 冬年的时候可以戴 冷帽啊 刮皮帽啊 女傅帽 也是在你留长发尴尬7时候的 很好的选择 然后接着一点呢 就是可以留留胡子 如果你以前没留过胡子呢 你可以尝试考虑去留一下 反正是尴尬7嘛 再尴尬一点也没事 但说不定留就好看了呢 留了胡子以后呢 我们可以把注意力 从这个头发上转移到你的脸上 而且胡子呢 也是一个分套小目标 你留胡子 然后整整各种造型 玩玩花样也得一两个月吧 一两个月时间 为了当你胡子留完以后 留成功以后 你发现你的头发 居然也马上达到你的目标了 好了 终于回到家了 一天马上就要结束了 打完拳真的挺累的 行 咱们来说最后一点 最后一点就是群体的力量 加入长发男大联盟 其实就是我的粉丝群了 别动别动 这位是谁 小张同学 如果你周围的朋友 都不看好你留长发 你的朋友啊 可能是你的家人 也许甚至你的女朋友 反对你留长发的话 你一个留长发去换孤单的 很有可能会半途而飞 你不孤单 你要我 最开始我也是从孤单过来的 你从尴尬期加入 那你从头来一次 我陪你 撒了吧 给你一起气了 不提不提 然后这个时候 你需要的更多的是鼓励和交流 你需要有一些 志同道合的小伙伴 和你一起 快加入我们长发男大联盟吧 我现在有微信群 还有QQ群 微信群现在有三个群了 每个群大概都有四百多人吧 因为微信群 有人数上限的原因 所以你不能直接扫这个群马 然后加进去 你只能骚我的马 在这里骚我的马 然后加我的微信以后 我把你拉进去 或者是你可以直接加微信群 微信群在这 直接加微信群 加这个号就可以了 大家感觉你这是个传销群 长发传销群 好 那么这期的视频就到这了 希望我的这期视频呢 能帮助到正在尴尬期 彷徨无主的你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对了 不要忘记长期三连做一波 加个关注 关注在这 加个关注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